好,我們現在來看一題大學學測題 不過呢,國中生就會了 大家好,我們今天要講的是學測自然科102的第17題 以至化學反應x加2y等於3z加w 其中我們用2克的x跟4克的y完全反應可以生成2克的z 那如果我們要生成3克的w 則需要多少克的x來參與反應呢? 這題其實相當簡單,它只需要製造資料什麼 概念就可以解出來了,那我們繼續往下看要怎麼解完這一題吧 最簡單,一開始我們要寫出我們的反應方程式 就是x加2y等於3z加w 接下來我們把我們的一開始給的條件給寫出來 我們用2克的x加上4克的y 列生成5克的z 那接下來呢,我們要求的是3克的w 那其實這邊很簡單,我們剛剛說好質量守衡嘛 所以質量守衡是什麼? 質量守衡就是我們進去多少就要出來多少 就像吃多少就要拉多少一樣的意思啊 那我們這邊反應物的地方有2克加上4克 那總共反應物是6克 那生成物的地方呢,這邊有5克 那w不知道多少克 總共是6克 接下來就是數學了,國小數學 6克減5克是... 1克嗎?非常好,答對了 欸,答錯了,不要灰心,加油,數學加油就好了 那接下來我們不知道的是,我們要求的是我們的x嘛 那我們的x在這邊 接下來就是一個非常簡單的數學問題了 如果我們的x... 上我們的w 一開始呢,我們有2克的x可以得到1克w 那我們現在要3克w呢 需要多少克x 結算 這邊是6,沒錯,對 那這樣子我們就求出來我們這題的答案了 答案是6克 那我們來看看答案到底有沒有在我們的選項裡面吧 我們算出來的答案是6克 那就是我們答案1 你答對了嗎? 那這題其實東西沒有很多就是質量守好 但是我們要講的好題相關重點也是有... 必要跟大家提一下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嘛 質量守完定率在每次考試中都是相當相當重要的重點 那什麼是質量守完定率? 它是由拉瓦解提出來的一個定率 那如果有興趣的可以點下這邊的連結 進去看我們有關質量守完的介紹 那左手邊這個呢 莫爾素 莫爾素在本題是沒有提到 可是它在之後的計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在反應式的計算裡面 莫爾素是占了一個非常重的比例 所以如果對莫爾素有什麼不了解 或是有需要更詳細的介紹的話 可以點下左邊這個連結 可以告訴你什麼是莫爾素 那莫爾素的換算 只要怎麼做換算 那我們今天的課程就到這裡 大家了解了嗎?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我們一般在解決簡單的化學劑量的題目的時候 並不會用到質量守合 但是呢後面的解題觀念是相同的 這裡講的是質量 兩公克的S產生一公克的W 那要有三公克W 要有幾公克的S 筆筆就知道了嘛 六公克嘛 對嗎? 未來我們不是知道質量關係 我們知道的是莫爾關係 誰告訴我莫爾關係 均衡係數 S加2Y產生3Z加W 一個1莫爾S加上2個2莫爾Y 會產生3個3莫Z加上一個1莫爾W 好 如果1莫爾S會產生3莫爾Z 那2莫爾X呢? 4莫爾Z 6莫爾Z 兩倍 對不對? 兩倍 那9莫爾的Z需要幾莫爾X呢? 3莫爾嘛 就會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未來知道的是莫爾關係 誰告訴我莫爾關係? 均衡係數 做法跟這個一樣 比例 比完就好了 但是我給的條件 我可能不是給莫爾啊 我要你求的 也可能不是求莫爾啊 我要你給的 我要你求的是要幾公克啊 是要怎麼辦? 你要把那個公克那個換成什麼? 換成莫爾嘛 換成莫爾 因為你曉得的是莫爾關係嘛 對不對? 然後就比例一樣 比用達率出來了嘛 所以剛才告訴你 第一步做什麼? 寫出化學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S加2Y產生3Z加W 第二步做什麼? 椅子跟鎖球都換成什麼? 莫爾 這麼多公克的S 產生多少個Z 就把公克也換成莫爾 多少個也換成莫爾 然後第三步是什麼? 莫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剛才的S莫爾比上剛才的Z莫爾 要等於幾比起? 1比上3 然後就數學又做完了嘛 就是剛才跟你講的部隊就這樣做 1 寫出化學反應方程式並且平衡 我剛才跟你講的 這一步在大部分的題目都不用做 題目都寫好了 2 以資跟鎖球換成莫爾 3 莫爾數比就是均衡係數比 這又是我們的做法 OK嗎? OK